I love these words I love these songs And in our hearts They each belong And when our lifetimes are done Within these lines We'll live on 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置業的阿強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東莞長安鎮旁邊的一個大嶺山下 項目叫做蓮湖山莊 這裡全部都是別墅區 現在見少買少 還有一個是衣山而建 放水而居 陸法率達百分之四十 這裡距離深圳我們自己開車都是十幾十分鐘 我們現在帶大家進去看看這個半山世界 好 現在我帶大家進來我們的區位圖 我現在先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項目的區位 你看到蓮湖山莊 就在我們現在這個區位圖的中心點 比輪就是我們的崇山湖 崇山湖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很清楚 由地價五六千元起 一直上升到五六萬元 崇山湖總部也在我們旁邊 可想而知我們在蓮湖山莊的地理位置 和升值空間有多大 我們的項目其實就位於港衛深 這個城市區域裏面 交通是非常之便利的 輪近就是107的角度 虎缸高速 還有一個港深港的客運專線 港深的高速 廣深高速 東部快速降線 和城市的主降道中環交錯 通過這些四通八達的道路的交通網 我們可以享受到一個城市的配套資源 並且通過我們的港深高速和管深高速 很快到達那個廣州白輪機場 和深圳的保安機場 形成了港深管三成便利的生活圈 那麼我們的項目周邊 還擁有豐富的市政 生活和教育的配套 還有長安的中心 萬達廣場 萬科中心和天紅百貨的 大型購物商場 以及長安的柏寧酒店 海瑜酒店 還有蓮花山莊 還有一個是帝景酒店的升級 升羅期報 快捷即達 長安高爾夫俱樂部 就落在我們的蓮花山上 另外蓮花山上還有蓮花聖子 露鳥天堂 亦都是我們一個旅遊性景 三百多年的荔枝林 亦都在我們的景區裏面作為一個配套 項目自身還有規劃了有八千平方米的豪華會所 大約有三公里的景觀大道 包含著有自行車道 散步的道路 還有跑步的路道 大約還有一千平方米的碟水泳池 茶舍等等 其實這些設施已經滿足我們所有業主 在周邊的生活設施和商業配套 沒有太多的地方 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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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人上山去採水去沖茶 炎主三大湖泊 項目還打造出二千米的湖岸線 湖岸線是讓業主在群山環繞之中漫步湖邊 可以很放鬆心態、心情在這裡散步 駕駛單車或跟小朋友在這裡玩樂 小區內設計了一個東莞獨創小區內的六道 大概有五公里 既充分考慮到老人和小孩子的出行便利 亦都考慮到他們的保健身生最佳配套 在蓮湖山莊裏面 我們可以邀請親朋戚友 過來這裡作為一個棄山洪水的樂趣 我們這裡的負離子是非常高的 很適合我們投資、自住 這裡就是我們的四期項目 大家都看到四期 我們手推有八十幾套 八十幾套是聯牌的別墅 其中中聯的有二百三十平方的面積 也有二百五十平方的面積 最大那一套有十九套是五百七十平方米 而且陣送面是非常之大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那個價格亦都很優惠 當然 結帥是無批的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了 和大家去看看這個樣板貨 和大家介紹一個獨棟的別墅 大家看看這個圖 有一二三層 做一個地下室 一二三層是計面積的 地下室是宋的 這裡總共有五百七十平方 好 看到這麼豪華的大門 我們已經知道裡面有幾豪華 進來這裡首先一個入門的走道 而且這裡是比較寬闊的 看到地牌了 OK 我們轉身看看這裡 就是我們的車庫 這個車庫裡面 可以拍兩台豪華的大車 都卓卓有餘 大家都看得到空間有多大 廢話不要多說 我們轉身再過來看看 這裡有一個公用的衛生間 包括一個房間 這個睡房其實很多人 要是給長者 因為他們不用上樓梯 當然這裡是有電梯的 可以做電梯的 電梯就在旁邊 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別墅裏面上落的電梯 包括落到地下層 我們現在先不說 我們先說說裡面 這個大廳的豪華氣派 是 大家進來這裡看到 我們這個大廳是中空的 而這裡的空間 高度是有七米五高 再轉個角度 看看我們的飯廳 飯廳和一個水壩 還有一個廚房 這裡是比較開陽的 當然 你看到我們這裡有個 旁邊有個花園 這個花園是連通住 我們出去入戶那裏 亦都連通住我們後面那裏 我們先不說到 我們再進正題 廚房不用介紹 基本上要的東西都配套了 亦都看得到設計意念 我們稍而欲步 都是看花園這邊 哇 是否很大氣 出來這裡的景觀就是這樣 全部都是別墅區 外面還有一個人工湖 而我們的庫一層 就是一個遊泳池 等等我就帶你下去看 你看看我們這邊的休閒區 完全有一個會客的好地方 聊什麼走路 吃雪茄 喝紅酒 坐在這裏就舒服了 好 看完這裡 我就由地下室 帶大家再上去上面 看到我們的地下室的泳池 我們都不要坐電梯了 因為這裡有一條行人梯 是否很舒服 感覺 走下來也超差 我們這裏是有一個 大不大小不小的游泳池 而作為私家池來說 已經非常大 這裏有一個休息區 這個休息區也很舒服 這個設計是和地面平住的座位 而你的視線 看我泳池的感覺是很好的 嗯 還有呢 這裡 還有我們的休閒間 這裡還有可以搞一個燒烤場 竹可以讓你擺十幾二十人在這裏玩 這麼舒服的地方 這麼美的環境 那裏呢 旁邊呢 也是我們的綠化帶來的 好了 看完室外呢 我帶大家進去室外 室內參觀一下 嗯 這個呢 其實呢 這間室你可以作為茶室 回客室 或者是 盡顯所能 自己喜歡什麼什麼 反正有這麼大的空間 有這麼大的創意給你 是吧 好了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廳了 其實呢 這裏呢 是負一層來的 這裏是送的 大家聽到這個面子是送的 你看出去呢 等於是一樓這樣而已 好 我就帶大家繼續進來 嘩 在這裏過了 又有紅酒 又有灼球 看吧 一個水吧 在這裏開派對 OK啦 店當啦 嗯 除到這個 娛樂灼球以外呢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瑜伽室 這個瑜伽室呢 亦都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跳舞室 健身的地方 空間亦都非常之高 空間亦都非常之高 空間亦都非常之康 環境是否很舒服呢 地下室 大佬 你好 好 我就走出來這裏了 走回去我們的大廳 大廳出來這裏呢 樓梯就不用說了 電梯又在旁邊 這裏還有一個卡路基室 電視室 視線放映室 看到嗎 還有雪茄 看完那室室之後呢 我又要大家去參觀一下 還有很多的 這裏 亦都是我們一個雜物室 這裏是我們一間士多房來的 通過走廊 來到 扶一層 有一個很大的衛生間 還有這裏 還有一間套房 還有一間這麼漂亮的房間 通常情況下 當然帶胡人家當然是給工人住的 工人房那麼大 這裏是茶水間 好了 我們看完地下室了 一樓也看完了 我們由電梯上去上面 我們由電梯上到二樓 其實我們首先看一看 我們左手邊先 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7米的空間感 高度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可以盡顯地體現出來了 去那個豪華度 我們所說的 就是一個中空那麼高的空間 我們轉過來這邊 這邊已經是一間很大的房間 大家看到 其實我都不用多說 通風系統 還有景觀 有這麼大的開間 這邊有一個衣保間 再進入浴室 哇 還有一個大浴缸 空間很大呢 好了 我們這個房間 也簡單介紹過 簡單介紹過之後 我們轉過去另一個位置 看看我們這裡 還有一個套間 一看這個套間就知道公主房 這個套間除了大以外 它還要有一個獨立的露台 我們出去看看 哇 公主真的那個露台很大 多舒服 大家看到了 開間好庫 開間好庫 好 看完之後 我們又再轉過一個位置 再參觀另一間房間 這裡就是它的套房 這裡也是一個套房 好看 這個房間 除了放了咪半大床 可以放到咪八大床以外 還有兩個床頭櫃的走道 衣櫃 雖然這個房間比較小 但也非常大 衛生間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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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合理 這邊也還有一個空間 這邊也還有一個中空 你看到 入門 一入大門之後 有一個中空 有一個吊燈 顯出氣派 好了 我們又從二樓 帶大家上三樓 好 我現在帶大家上三樓 亦都是我們這個別墅的頂樓 嘩 一入到來 氣派了 簡直氣派了 你看主人房 一入到來 就是一個 很有文房四寶的氣色 非常之有文法 看得到 書架都有齊 我們先看看 在最私人的地方 還有我們那些 女士們最喜歡的梳妝桌 空間感 衣帽間 以及我們這個 小間 小間 它有很明顯的分布 當然 這是最私人 另外一個 它還有一個是淋浴的 這個是棋浴 另外一個就是浴缸 浴缸 其實我現在這樣說 就表示出 它的氣派和大度 洗手台也有兩個 這些是酒店式來的 這樣我們轉那邊 原來的女士真的很有趣 隔壁也有個衣帽間 這個完全是她的私人世界 看到了 這麼大的衣帽間 怎麼玩得呢 好 轉過身來 我們看看 我們的睡房 剛才那個房 我都說是小 都有這麼大 可以放米8床 兩個床頭櫃 還可以配置一個大衣櫃 而這個大家看到 我再說 亦都 阻止大家的觀賞力 而且床尾還有一張椅 通常我們都是 因為很多時候放東西都比較方便 當然啦 電視對到正 而我們這裡 除了一樓是7米的空間 高度 這裡每一層的高度都是很高的 所以絕對不會有壓抑感在這裡 還有主人房還有一個露台 露台的觀景 大家看看 是非常漂亮的 當然啦 現在你看到 還有些別想在在見之中 當它見好之後 整片都好像我的右手邊這邊 這樣 這個觀景 現在我介紹這裏也都介紹得差不多了 這個獨棟的別墅 我又想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這裡的交通是非常便利的 而我們這裡的福利址是非常高的 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我們全別墅區 全別墅區 現在是很難找到有別墅的 買少見少的 因為政府用地是不批的 而且價錢也很理想 我們這些香港朋友 上來這裡購房 需要更了解深層的 你們有聯繫我們的聯繫方式 這期節目差不多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